Hey yo what's up 大家好我是有个 有观众在底下留言就想知道这个小酷的天赋要怎么点 就是客家点法 也就是这个CP值最高的投资天赋方法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小酷 毕竟还有一些比较新的观众入坑嘛 可能不知道这个小酷要怎么点 好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小酷要怎么点啊 来我们首先来看他的第一招 他的第一招是这个卡位技能啊 第二招是这个接球速投 第三招是这个测身篮板也就是篮板技能 第四招是这个篮下疯传啊 基本上是一个截球技能啊 我是觉得没什么用 来大招就是一个骑马射箭 不必再放水啦 好基本上是这样 来我们进去看他的颜色巾副到底该怎么点 首先第一招呢这个卡位 这个五张这个侧向转身就一定要把它点掉 就是不要这样容易被人家推到 过后再看这个定点卡位 定点卡位就是不要让人家推走在原地 但力量够高啊 就是基本上人家很难把你推走 这个也是一定要点掉的 然后再来看这个定点卡位的这种卡位 对抗属性啊 加一这种一定要把它点满 再来看这个垂直双臂减板 这个我觉得是有用的 就是可以跑到对手的前面啊 找到一个更有力的位置抢这个篮板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要点掉 第一行我们需要的是20张 来看第二招这个接球速投的这个啊 变一个接球罐了 我觉得基本上这一整行可以不用点 毕竟啊小窟到后期啊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进攻的能力的啊 然后再来看下一招这个抢篮板的技能啊 这个篮板竞争值把它点满 再来看这个多侧侧身也是把它点满 就是可能更容易抢到这个篮板 再来看这个落地速投 这个落地速投基本上不用点 所以我们只需要点到这个 奋力生臂 基本上就是这个增加篮板范围的这一招 减到第三个就可以了 然后接着来看这个下一招 这个接球技能啊 基本上我觉得这整行都不需要点 因为基本上小窟不会太用到这个接球技能啊 没有什么用 接着来我们看这个大招 起码射箭的使用范围可以点满它 再来是这个起码射箭 点了过后会让对手更难盖啊 所以我觉得可以稍微点一点 也可以不要点这个就看个人资源吧 有资源的话就把它点掉 没有资源的话就不用点 好 基本上这个小窟的天赋就是这样 第一行我们需要20张 第二行我们不需要点 第三行我们只需要5张 总共下来呢 我们只需要25张 如果你有想要点这个大招 起码射箭的话 就是30张 客家天赋的话 只需要到25张 基本上这个小窟的天赋就是这样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小窟的潜力 潜力我们通常小窟是中风码 我们会推荐这一套就是力量版 有这个灌篮跟蓝板还有力量 蓝色呢我们就选这个力量灌篮 青色呢我们选这个蓝板力量 再来这个黄色我们选这个灌篮蓝板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力量套 就是通常中风会拿的 就是可以推开人家 然后很好抢蓝板 基本上就是你们最后看的面板就是这个 灌篮蓝板还有力量 再来我们看看这个小窟的大潜能该怎么选 有这个冲板大师可以选啊 再来是这个卡位优势 当你的卡位处于优势的时候 你的蓝板能力就会加高 毕竟你是有拿这个力量嘛 因为力量会加这个力量对抗嘛 再来是这个空中领域 能让你在蓝底的时候更好盖 灌篮剂呢 毕竟大部分时间都会在蓝底 你需要盖这种灌篮工况剂呢 所以这个空中领域是蛮有用的 再来是可以拿什么 还有这个蓝板嗅觉 就在你抢蓝板成功过后 直接蓝板力加5 直到你下一次没有抢成功 基本上它的大潜能就是这四招 你可以自己看看你自己要选什么 这四招都是小窟的大特质 你们可以自己看你们要选哪里一招 基本上这一套啊 都对于一个玩板的人来讲是蛮通用的 因为基本上到后面紫园也会用这一套 所以基本上你是吸的话都会用到这一个 所以我是觉得蛮值得投资的这一套 你们可以放心的投资啊 好了今天的这个小酷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吧 拜拜 sayo nara